北京时间8月4日,中国格斗狂人,徐晓东在实战中,被职业搏击选手一脚爆头,美股严重破裂,去医院奉了26针。 徐晓东作为一位MMA搏击教练这两年风光无限,KO了魏雷太极拳师,丁浩勇冲拳师,在很多人眼里武艺高强,不过在职业搏击选手面前,徐晓东没有了任何优势,提升徐晓东的是来自河南大东翔俱乐部的颜帅棋,他只有21岁,比徐晓东年轻了18岁。 正是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,颜帅棋的腿部功夫一流,擅长飞翅和鼎翅,绰号飞翅王,在勇士的荣耀比赛中曾屡屡KO对手,来自安徽的他身高1米80,比赛体重70公斤,年轻力壮,重山进攻。 对于年纪40的徐晓东来说,和年轻人实战自然没有任何优势,徐晓东昨天特意去了大东翔俱乐部录制节目,要求实战,头盔都不大,狠针刀石枪,39岁的他打了四个回合,分别对阵四个对手,分别是韩豪杰,赵春阳,周一,颜帅棋,前面三个回合。 徐晓东都没有任何问题,不过到了飞翅王颜帅棋那里,徐晓东明显不行了,颜帅棋几个顶膝直接顶在徐晓东肚子上,随后拳手勾成直接将徐晓东击倒一次,徐晓东站起来,以后立即投入战斗,不过当时头脑已经有些混沌了,颜帅棋立即使用西法和上下支圈组合轰击徐晓东,并踢爆了他的美骨。 徐晓东伤得不轻,随后立即去了医院,这场实战也可以看出,徐晓东虽然能实战,不过完全不是年轻汉匠的对手。 毕竟年龄大了,体能有限,而且玩的是MMA综合格斗,战力格斗不是他强项,徐晓东前一阵一直在叫板翼龙,和颜帅棋一样,翼龙倒的也是70公斤。 以徐晓东目前的状态,即使翼龙年过30,玩战力格斗规则也是凶多吉少,翼龙输给了西提开和鲨鱼狼两位泰拳王,并非证明他不能打,而是打不赢顶级泰拳王。 不过打打一般人应该还是绰绰有余,未经作者同意请勿转载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全机航母微信公众号QJHM Boxing。